大家好,我是小马 从今天开始呢 小马准备再为大家开一套新的课程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AWS CSCD NEXGS持续集成交付与部署 是这样 最近呢 有好多朋友在Discord上面呢 给我留言 问到了都是很多开发运维 以及CSCD系统搭建的问题 所以说呢 小马觉得现在很多公司 随着项目越做越大 对吧 他们呢 就想持续稳定正确的发布 他们的系统最新版本 小马呢 觉得有必要为大家做一套CSCD的实战视频 一开始呢 我想为大家做一套Java的 Spring Boot的CSCD的课程 不过好多朋友呢 都问我Node.js的知识 那么咱们就做Node.js的 Next.js的持续集成与交付 让咱们马上开始吧 好的 首先咱们看一下课程介绍 本套课程呢 要开发Nest.js Web应用程序 并利用AWS CSCD技术 完成持续的集成交付与部署 当然 您可以扩展成 开发React 开发VUE 开发Angular 甚至开发Java P2P Luby 都是完全的没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本套课程呢 小马准备用Docker技术 打包镜像 既然咱们是Docker镜像打包的话 那么您开发任何语言的用程序 其实都没有问题 换趟没换要 好 然后本套课程 在AWS认证考试中 占的重要度是多少呢 特别是DOP的专家认证 但是呢 小马认为也不是特别高 所以说呢 小马给出两颗星 但是 本套课程 在实际工作中的重要指数 小马给出四颗星 特别是现在很多中大星公司 他们呢 要持续稳定的发布版本 特别是银行啊 券商啊 他们绝对不允许有一个bug的产生 那么呢 CICD显得就非常的重要 所以说小马给出的实用指数是四颗星 甚至给4.5到5颗星都不为过 好的 如果您要想学习本套课程 那么您应该具备哪些个基础知识呢 首先 小马的AWS基础课程 您必须要修完 同时 小马呢 做了一套Code Series的课程 包括以下这几个课程的详细的讲解 这个呢 希望您也能够修完 修完这个课程之后 您呢 还要再修完小马的ECS课程 因为小马的本套课程 是最终打包Doker镜像 推送到ECR 并且呢 通过PipeLine直接发布到ECS服务 今后呢 咱们可能还会发布到K8S服务 好吧 所以说您应该修完小马的ECS课程 同时您呢 还要会ALB的课程 为什么 咱们发布一个集群 咱们这个集群呢 要Auto Scaling 对吧 那么给用户暴露出来的呢 就不可能是ECS某一个地址 某一个IP 咱们应该是通过ALB方式呢 暴露给用户 所以说 希望您还能够修完小马的ALB的课程 同时CDK 大家请想 如果咱们搭建这么一套 CSD的持续集成发布的系统的话 确实不是很容易 如果您只是手动点击AWS的管理控制 一步一步设置的话 难免有错误 那么该怎么做 让咱们整个系统的运维更高效呢 小马呢 给您采用CDK技术呢 完全自动生成这套系统 从CodeCommit 到CodeBuild 到Pipeline 到ECR 到ECS集群 到ECS任务定义 到ECS发布服务 咱们呢 完全都是自动生成 另外 小马呢 本道课程采用是Next.js给大家发布 所以说 最好您还能够修完小马的Next.js的课程 哦 好 然后呢 面向对象 听了小马刚刚的讲解 本道课程呢 绝对不是简单的课程 所以说呢 面向的是终极以上的会员朋友 好 然后本套课程难度呢 小马给出三颗星 为什么不给四颗星 是因为 小马给大家提供了一套完整的代码 这套复杂的系统 咱们完全都会通过CDK自动生成 降低您运维系统的难度 所以说 小马给出课程难度是三颗星 当然您可以根据小马的生成的代码 自己呢 再做一些个改修 对吧 完成您公司的需求 这个呢 也是完全的没有问题 同时 本道课程的开发工具呢 老生长谈了啊 VSCode加nano 另外 使用的工具 Amazon Linux 2 是吧 Chrome浏览器 包括MacOS 视频计划 每个视频呢 仅仅包含一个知识点 并且控制在三到五分钟之内 咱们尽量不超时 然后课程分类 本道课程呢 是小马第一个分享给四年级以上会员朋友的课程 并且呢 小马的课件呢 都会分享到小马部落的Discode专区 同样呢 也是分享给四年级以上的频道会员的朋友 好 以上呢 就是CNCD NASGS课程的第一期 从下期开始 小马呢 先给您讲解系统结构图 并且呢 自动生成系统 然后呢 咱们再手动一步一步的去完成这个系统哦